中心社 中国焦点面对面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进行分析解读 欢迎戴院长 你好 提到网红地标和网红城市 大家会想到前两年比较火的 西安的大唐不叶城 重庆的红崖洞 以及今年比较火的山东滋博 还有贵州的村BA 那么很多网友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流量会落到他们的头上 这些网红的城市 包括大理去有分的地方 还有江门的旧厂街 第一呢 它都有一个触发点 基本上你看网红的一个特质 全是比较接地气的 或者我们讲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 第二点 它是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我不太愿意做太高大上的东西 我可能我就接受不了 反正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参与自己演 自己去感受体验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更愿意让我们去接受去推动 第三个呢 往往它是借助于互联网 特别是自媒体 新型媒体的传播 第四一个呢 就是地方政府有意为之 不管是我们这个资博也好 还是奔波也好 你看都有很多志愿者 给当地的游 给外来的游客去送水啊 去维持秩序 所以这四个方面的因素 有偶发的也有必然的 您刚才也提到一些网红城市的 出圈的特质 那么与我们传统上认知的旅游城市相比 它们之间有哪些共性和差异 我们旅游业发展 你看我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先不说入境旅游 说国内旅游 1999年国庆黄金州起来以后 随着我们国民大众的旅游就兴起了 那时候第一代旅游产品 我们去看什么 看世界文化遗产 看山山水水 所以那个年代的代表性的 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去五月 去黄山 我们去北京看故宫趴长城 去桂林去看山水 去丽江看古城 等等是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是第一阶段 到了现在我们看 旅游业 这种大众旅游发展新阶段以后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说我的行程我要做主 就大家从大众的 从众的心理 转向一种小众的理性的消费 那么过去那些 带有教育意义的 带有高山养子性的 这些景区景点或者叫城市 依然是大众旅游的基本面 但是那些小众的 过去没有金融人们 这个消费事业的一些城市 反而容易出圈 为什么 消费更加理性了 广大游客的个性 理性 自主 自助的消费的行为 可以让这些传统的 城市之外的一些 新型的旅游目的地 感觉出钱了 实际上背后还是一个消费 模式的一个变化 是旅游市场变化的 一个外在表现 那么现在很多人在分析 自博烧烤出圈的时候 会提到一个原因 那就是后疫情时期 人们对于人间烟火的 这种亲切感 怎么去看待这种网红城市 出圈它背后的 这种社会心理因素呢 在过去我们出去旅游 我们看大山大水 看悠久灿烂的文化 现在依然还会有的 但同时有一部分 或者是年轻人 为主导的消费心理 特别是90后 甚至是95后 我们叫新世代的 这些年轻人 他们会追求从 高大上转向小确信 我要求我的新城我做主 所以我们看这两年 平地旅游 反向旅游 特种宾室的旅游 开始起来以后 背后体现出 一个年轻人主导的 亚文化 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冲击 这个发现背后的因素 我刚才说 第一 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 反向和平地旅游的现象 因为去的人太多了 价格自然会上涨 那么第二个呢 它有一种这个 大家要抱穿取暖 要找到我自己的同类 这社群经济开始起作用 在这个地方发现 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履历都差不多 在它的身上 承载着我们的青春 那如果是 我们现在还在青春 那我未来的回忆 创造一个记忆 我相信可能再过 多少年以后 大家还会组团去直播 去那个想象 我们那时候 一起去烧烤的地方 进直播赶烤 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社会心理吧 对旅游业 在旅游业中的一种反应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城市 去努力地打造一些 网红的标签 怎么去看待 一些城市的这种做法 一些城市去主动地 争取网络流量 它的成本和收益 如何去权衡 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它有个边际消育 递减的规律 就第一次我会发现 哇 这个地方有个网红 让我再去了 感到很开心 后来所有的都 遍地都是网红了 我可能我就没有 这个兴趣再去了 旅游需要网红 但网红不是旅游的全部 我们看一个地方 好的旅游目的地 最终还回到 它基本的逻辑上来 这个基本的逻辑是什么 你必须有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你必须完善的商业 接待环境 你必须有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那和治理能力 就是说 现代化的高 这些高水平的生活方式 是什么呢 就现在的旅游经济的运行 或者旅游目的地的选择 固然会选择不一样的地方 更多是选择 你的生活水平 比我高的地方 第二个呢 我去了以后 酒店 旅行社 民宿 度假区 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可以供我来去选择 更重要的是 一旦出来问题我找谁 我的安全受到威胁 我的权力受到损害的时候 能不能有相应的 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跟上 这都体现了一个城市的 现代化管理水平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个城市 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长红的旅游目的地的 底层逻辑 所以我们不像 经常会说 要找到这个 网红变长红 流量变油量的 这样一个密码吗 那我想 与其去找密码 倒不如去找 我们旅游目的地 发育 或者叫旅游经济运行的 底层逻辑 那么今年以来 卷起来的文理局长现象 也受到大家的关注 很多网友就建议了 与其市长局长卷起来 不如城市的服务卷起来 怎么去看待这样的现象 我注意到 有些网红局长 不管是扮仙女也好 扮侠客也好 那都是为了推荐一个城市 我相信 出发点都是好的 应该说也是值得 对广大中西部地区 一些文理局局长 也是个值得鼓励的探索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 在西部地区 最早从西部地区 出现了这种 网红的文理局局长 我认为是可以探索的 但后面的这个局长 一波风跟上 我认为这个事就过了 你的职责是什么 培育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宣传推广旅游目的地 然后做地方的旅游业 发展规划 旅游市场秩序的治理 旅行车导游的审批 它有一系列的规定 我希望火爆的 或者出圈的 或者记住的 应该是一座城市 而不是局长本身 旅游经运行的底层的逻辑 是你的生活方式 商业接待环境 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 如果没达到的时候 你把它说得跟花一样美 结果到现场 不是那么回事 就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 那游客更不满意 所以我讲 旅游目的地的培育 可能是需要一个耐心和智慧 需要和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吻合 对于城市来说 突如其来的流量 也可能是一种压力和风险 比如说对城市 承载能力的挑战 比如说旅游业 餐饮业的一轰而上 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担忧 城市的管理者 应该如何应对 我也在密切关注这个现象 我意思说 旅游经济的运行 是一个外来的消费 对本地消费的这种叠加 我心目当中比较好的旅游目的地 应该是主客共享的 美好生活性空间 也就是说 你游客来和不来 我拉白行都是这么生活的 你来了 我会多一个人 多一双筷子 但我们在发展旅游的过程当中 一些单纯以旅游业 来立足的一些城市 我们所谓叫旅游城市 它的本地消费 或者内存性消费是有限的 靠大量的外来的消费 来去推动的时候 非常容易形成潮汐现象 这个对一个地方的旅游经济运行 特别对它的供应链 我认为不是有利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网红呢 这些城市呢 等于说我们多了一个拉力 这导致了我们整个经济运行 会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各地方 都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我经常讲 我们老板先过日子 哪有天天敲锣打鼓过日子的 没有哪个家里面天天披红挂财 取新娘呢 大部分日子可能是细水长流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城市 按照旅游经济 特别是旅游目的地 发育成长的底层逻辑去走 走稳定的可持续的 也许没有网红 但我是细水长流 近水深流的一个发展模式 才是我们要的健康的 可持续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 那么很多人觉得网红现象 就是昙花一现 对于网红城市来说 当流量走了 他们怎么办 如何把流量红利 变成城市的内力 对于城市的管理者也好 对于旅游目的地的 营销机构也好 乃至整个这个城市的 我们的旅游业 首先从心态上 要去调整好 要天天是网红 这个精力也吃不消 因为天天超负荷运转 所以我们首先从心态上去接受 有涨潮的时候 就有退潮的时候 在退潮的时候 我们要去培育新的动能 特别是常态化发展的动能 比如说我们很多网红城市 我们除了人间烟火气 要不要多培养一点 殿堂的书香气 我们能不能 我经常讲一句话 现代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或者叫旅游目的地 应该成为从戏剧场到菜市场 都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那戏剧场代表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面 但我想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还有另外一点 会从戏剧场 到文博场馆 到书香味的地方去 我们不仅要给广大游客 看到体会到烟火气 更应该让它体验到书香气 所以对一些地方来说 我希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能够在文化内海上下功夫 让广大游客能够领略山科的壮美 能够体验日常生活的温度 更能够领悟文化之美 到涨潮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拒绝 你不能把客人拒绝在门外 那这边就是要理性的应对 一 客观的评价自己的承载量 当我游客到了目的地以后 我接待不了了 那会遭受更多的抱怨 把城市形象就毁掉了 第二 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 进来的这个人 我如何让他享受高品质的服务 这里面需要商业接待环境的 市场主体的努力 也需要我们政府 公共管理机构的努力 把抄袭两个地方 这两个点要分清楚 把功夫下在平常 一旦游客来的时候 把游客的品质 把老百姓满不满意 当成我们的首要目标 好的 非常感谢代院长 今天代院长为我们深度解析了 网红城市的流量密码 以及让城市长红的发展路径 希望更多中国城市 能够推动解决 城市治理中的机制性问题 普遍性问题 不断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幸福感 再次感谢代院长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交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